欢迎你 欢迎大家进入Newton Kids的神奇世界 Ibox 我问你 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大海有什么秘密 我想知道世界有多神奇 科学宝藏在哪里 Newton Kids都知道 小小种子真奇妙 藏着生命的奥妙 高山大海会发脾气 空气也有神奇魔力 你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在Newton Kids里 Newton Kids 动物抗寒有妙招 好棒哦 穿上羊毛衣 羊毛袜 羊毛帽 好温暖 一点都不冷了 当然温暖啊 我都快破产了 别这样嘛 Ibox 你是电脑 不能体会天气冷 穿温暖衣服的幸福感觉 对了 天气变冷 人类会穿衣服来保暖 那动物没有衣服 他们该怎么办呢 快想想办法 别担心 他们各有各的抗寒妙招 至少我知道很多动物 也穿毛衣 羊毛衣 卫生衣和皮大衣 等等等等 你是说动物也会买衣服来穿 当然不是 举个例子来说 生活在三千到六千公尺高山上的 梨牛 全身长满又长又密的毛 来抵抗高山上的寒冷气候 那不就是毛衣吗 嘿嘿嘿 赖皮 那羽毛衣呢 羽毛衣就是小鸟穿在身上用来保暖防风的羽毛啊 尤其是长在贴近皮肤的地方 那种蓬松又柔软的绒 虽然不能飞行 虽然不能飞行却非常保暖 想不想穿在里面的卫生衣啊 嗯 算你有道理 我记得人们穿的羽绒衣和羽绒背里 塞着的就是鸟类的绒羽 至于皮衣吗 大鲸鱼怎么保暖的 你还记得吧 我记得 皮肤下的脂肪 好记性 大鲸鱼虽然没有毛发 但是皮肤底下有二三十 甚至四十公分厚的脂肪 专门用来隔绝冰冷的海水 这不是皮衣是什么呢 那我问你 万一穿了毛衣 羽毛衣 皮衣 还是不够 怎么办啊 跟人类一样 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人类有的办法 动物都有 真的 那天气冷的时候 人类喜欢泡温泉 动物也会泡温泉吗 会啊 像是住在雪地里的日本猕猴 就会泡在暖乎乎的温泉里 来个温泉SPA 哇 这么厉害啊 还有 南北极的海豹 也都常常泡在海水中 就像泡在温水游泳池里一样舒服 那么冷的地方 去泡水不是更冷吗 不不不 那里的气候和台湾这里不一样 南北极的冰上 常常只有摄氏零下二十几度 但是海水没有结冰 却是零度或零下一度 比冰上温暖许多 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泡在海里头 根本不想上岸呢 那觉得冷的时候 有的人喜欢抱着爸爸妈妈 或跟同伴窝在一起 借着彼此的体温来取暖 动物也会吗 会啊 在大自然里 没有发热气也没有暖炉 抱抱也是很好的取暖方式 听起来好像把别人当成暖暖包哦 这个比喻其实蛮贴切的 像是冬天时 小熊最喜欢窝在妈妈的怀里 又温暖又舒服 小鸡也会靠在妈妈的翅膀底下取暖 还有像是蜜蜂 也会一大群紧靠在一起 就不怕冰冷的寒风了 熊是哺乳类 和鸟类一样是温血动物 所以小熊小鸡 靠着妈妈取暖我能理解 可是蜜蜂是昆虫 是冷血动物 靠在一起有用吗 聪明的他们会用另一种办法呀 天气冷的时候 公蜂们不只会靠在一起 还会快速地震动翅膀 就能产生热气 让蜂巢的空气温暖起来 这样女王蜂和幼虫就不会太冷了 哇 好团结哦 来 我们两个也来爱的爸爸 嗯 才不要 你是铁座的 想到就 好冰哦 Ibox 很多人类一到冬天 就喜欢躲在家里睡大觉 那动物会不会也这样呢 会啊 这也是很多动物度冬的妙招 像是睡鼠 蝙蝠和蝸牛 冬天经常一睡就是好几个月 这个叫做冬眠 尤其是睡鼠 有时候一睡就睡九个月哦 哇 真会睡 只是人类冬眠的时候 顶多多睡几个小时 不像睡鼠它们 真的是太会赖床了啦 你搞错了 人类那不叫做冬眠 真正的冬眠是呼吸 心跳和血流都会变得很慢 像是有些蝙蝠冬眠的时候 体温会降到摄氏十度以下 这样才不需要消耗太多的能量 直到春天来临才醒过来 可是冬眠时间那么久 都不起床吃东西的吗 有些动物会 有些动物不会 像睡鼠冬眠前 会放一些果实在草里 偶尔醒来吃一点 但是蝙蝠不会 它们都是靠 储存在体内的脂肪 来度过冬天 有些蝸牛啊 它们干脆躲在树洞或土堆里 把身体缩进壳中 将开口紧紧地封起来 直到天气变暖才开始活动 哇 原来小动物也有这么多保暖的绝招 真的是很厉害 刚才你不是很羡慕猴子泡温泉吗 你想不想也去泡温泉呢 想 好想 超级想 好 那下个目标 北投温泉 出发 呀呼 好 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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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